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7月8月7号星期五 我为什么每天那个日期总是报错 因为我在报日期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是今天应该怎么讲讲哪些内容 今天这盘面啊 如果你按以前两天前两天的那个说法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老粉丝应该自己会说了 今天又是下了那个空头 下他们对吧 然后呢空头可能有很多人割了对吧 然后又拉回来了 那么就是还是要要创新高的对吧 不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去揣摩这个心思 就可以判断要综合很多方面 包括前两天我也是看盘面的 那今天这个盘面有点复杂 我谈我个人想法 也许我几人有天 也许我胡说八道啊 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 大家都在猜嘛 今天这个盘面啊 和这个上昇指数的那个日K啊 和那个7月14号是很像的 阴线的上调线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连续三根的上调线 连续三根上调线的话 那用技术图图图标来说的话 是是很差很差很差的 对吧 那么如果是很差很差很差的话 今天还会收回来 今天破3333的时候 就3333到3307 这26点一定是国家队在接的 对吧 散户不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去接的 散户永远是最高 不可能去抄底的 而且这种破位的抄底 我相信你会抄吗 你账户里有钱你会抄吗 破3333 然后没破3300 然后你抄 可能吗 不可能 对吧 所以说今天又是国家队在抄底上来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那么按照我前两天的说法的话 我继续应该是死多头 应该继续说 那个强空还没有跟进来 一定会上三四五八 对吧 上三四五八强空才会进来 对吧 但是呢 我今天想说什么 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复杂的市场 我们如果简单的去分的话 可以把人分成五类 强空 就是上周五抛的那群人是强空 还有一部分是弱空 还有在中间的是强头草 还有是弱多 还有就是 我也不能算强多 就算强多吧 强多 这五类人 强多 弱多 强头草 弱空 强空 这五类人 组成了我们整个市场 啊 国家 对 除外 啊 国家对 他是老板 他不算我们这五类人里面的 这五类人加在一起的总资产 是一定超过国家对的 明白吧 我今天想表达什么 我直接说吧 当你在上面盘了太多时候的时候 有句老话叫什么 叫盘久必跌 无论你作为一个老板 你是多么想冲高 冲破三四五把 把那些强空再逼进来 再砸他们 但是你如果连续的四五天 五六个交易日都上不上去的话 那么弱强 弱多和强多里面的人都会反叛的 都会想君子不利于威强 都会先了结 先出来看看 那么他们会背叛的 国家对老板再强 他也强不过所有的对立面的 小伞们都站到空方那边 或者说 虽然不是完全的支持强多 但是他们的行为 确实实实是作为一个空徒的行为 就是抛出手里的银票 宝本也好 或者小赚也好 或者小亏也好 我先出来再说 因为你每天都会有一个新高 不是说新高 每天都有一个高点 那么我手上的票 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个小盈利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两天 你手上的票 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盈利 翻红翻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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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有时候会 经常就这样 但是时间长了 人的心思是会变的 我不排除 就是说今天破了3333这部分人进去以后 把这部分人要赶出来 包括破3333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投机分子开了空单 开了骨子空单 这部分人 到3355 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这一定要强拉一波才会让他们投降 所以 现在我说结论 周一是一个很关键的大决战日 多空张方一定会 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 最终如果是多方 一定要逼他 我现在预判 周一 周一应该是早盘 强拉 强拉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看看能不能让 那个 这时候 在3333到3307 这26点 除了抛出的人 回来 对吧 另外一方面强拉 是让3333以下开空单的 全部止损 对吧 好 这波强拉 高度 我认为啊 一定要超过3391 不超过3391的话 它是引起不了 空单止损的 超过3400才会引起空单止损 才有可能把今天的那个 今天那个3333下面 出货的人吸引回来 那那 那若一些先出来观望的 若 若多 也会 进来 是不是可以把上个礼拜五的那些 强空 吸引进来 那它应该是走一步 看一步 也就是说 周一应该有一波强拉 强拉的高度应该接近3400 甚至超过3400 是不是能够超过3458 那走一步 看一步了 但是 但是要非常小心的 就是过了3458 或者过了3400 甚至接近于3400 这波如果再下来的话 那就是强倒众人推了 非常可怕的 就是 市场里的所有小伞的多头 大多数都会反叛 这样的话 郭家队也是撑不住的 这就会引起踩踏 因为我从今天的盘面看 因为我每天其实也看盘的 从今天盘面看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券商股 你不要看中心 两个中心是长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 那个编的猜测 合并早就有传闻 但是中 券商股 以光大为首的 是破位的 虽然价格上没有破位 但走势上 我能感觉出来是破位的 这个是非常商人心的 商人的 那个自信心的 上整个小伞自信心的 人人都会砍盘 包括走路走路都砍 券商的整体破位 会引起不小的踩踏 好吧 其他的 酒和食品饮料 这个喝酒吃药 这个拖位已经不算什么了 这已经大家都能看出来了 对吧 那么周一的策略是什么呢 我现在目前的策略 就是周一早上 我不是说过有一波强冲了吗 强冲 3390 3400 甚至超过3400 对吧 这一波强冲 如果你手上有盈利比较大的票的话 应该先出来观望 这个是我目前制定的策略 如果你到处了 是绿票 那就不用看 绿票 我说过 牛市 玩大A 唯一一点 最主要的原则 其他都不想看 最主要的原则 不割肉 你如果割肉了 你就不应该在这个 目前这个市场里玩 所以说你 我的仓位里面 比如说有七八个票 有 我印象中那个有两三个是 收益在10%以上了 甚至20左右了 那么可能我在下周一 他冲高的时候 3400左右 3390左右 我看盘面如果没力气了 对吧 那我就先获利了解 把高位的就是获利多的先了解 获利少的先拿一拿 或者说再看苗头不对 红票的全部了解 绿票的 绿票 不管什么时候 不割肉 哪怕 他有本事给我熔断 他有本事大盘跌艇 我都不割肉 因为我相信的是 牛市就在不远处 这个时候就考验那个钱 你这个钱是急用的 还是不急用的 是借来的 还是自己的 我今天的表达不知道清楚了没有 要避空方一定会 要避空方一定会避的 礼拜一定会避的 今天不避 今天下午就不会弹上来 既然会弹上来就一定会避 避到什么程度 那是 看市场反应 然后呢 因为在上面已经好几天了 盘久必跌 空方就不去谈了 弱多和强多都会倒戈的 如果周一他再不冲破3400 甚至不冲破3458的话 他一定会倒戈的 大家都会倒戈 没有人是好人 没有人是永远的多头 也没有人是永远的空头 好吧 多空就在一念之间 所以我做最后的结论就是 周一是多空的决战之日 策略我也刚才都说明了 仅供参考 好吧 还是那句话 仅供参考 各股方面 我就不能说了 我只在我内部说说 还有什么 昨天我一个朋友 我做了一个广告 资金 就资金方面 如果有需求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 不是 昨天说错了 不是上海 北上 广深 武汉 就五大城市都可以 好吧 但是我记住 我这个是给你们做生意周转用的 不是什么给你们做投机 炒股 不是 投机 炒股 我说过了 连那个融资融券 我都反对你们去开 这就是一比一扩大 一倍 跌50%就爆了 这都不要开 我更不建议 不会 不建议你们去什么 借钱 炒股 这个是找死 好吧 期货也不要碰 任何都不要碰 就现在好好的做做股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经很让你伤脑筋了 好吧 那么还有什么时候对下周可能会就是那个券商还是那个大券商万一的券商没有了 现在已经最低只能是万一点二啊不免五记住了不免五什么叫免五不免五 排斗一下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还有什么时候啊 如果是那个你是那个百加号里面的用户 你关注我的我经常那个摆那个加号 上不上去 审核不通过 很严格 很乱七八字 如果你想经常看我的视频 你可以到头条关注猎火眼镜到鼻颤关注猎火眼镜啊都可以好吗 好 最后还是老规矩 那想开户市场最低下周万一点二不免五啊 可以联系我想了解条件单知能单自动作题可以联系我怎么联系我点我头像下面有好吧谢谢 有关系 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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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